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沙漠时迷失了方向 更为可怕的是 他吃完最后一份干粮 喝完最后一滴水 翻遍所有的衣袋 他只找到了一个发黄的梨 哦 我还有一个梨 他惊喜地喊道 他摸着那个梨 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沙漠里寻着出路 整整两个昼夜过去了 他仍然走出空旷的大沙漠 在这位走出这大沙漠的时候 他饥饿了 干渴了 疲倦了 一起涌上来他的脑海中 望着茫茫无际的沙海 好几次他都觉得自己快撑不住了 可是看一眼手里的梨 他蒙蒙干裂的整唇 突然又填了许多力量 顶着炎炎烈日 他又继续艰难地拔步 已数不清摔了多少根弱了 只是每一次他都挣扎地爬起来 狼踢着自己的脚 一点点地往前拿 他心中不停地默念着 我还有一颗铃 我还有一颗铃 三天之后 他终于走出了大沙漠 那个他始终未曾咬过一口的梨 铃干得不成样子的 他还当作宝贝的 滚在手中 久久的铃试着 当你感觉自己一无所有时 请铃 握紧手中剩下的铃 这个梨就是你前行中的利剑 让你视如破毒 无往而不利 不要轻易说自己什么都没有 甚至还有一个梨 他就是希望 是走不出绝境的无心 给心灵洗个澡 今天的启发是 在生命的长河中 有时我们会陷入意料不到的 朝则时 这时不要轻易地 说自己什么都没有 至少你还有信念 有信念就能战胜一切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